我们俩结婚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物 我太意外了 这是我交批中心里面给她花的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交批中心里面 挑战好不好 也很想她 我就带着一家子去看她 我看到了她的生活 她的生活太好了 我们学校里有拉面 抓饭吃的都是清真的 免费的 我们宿舍里有电视机 有二次的时候是有热水 很方便 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调 住得很舒服 我以前学过花花 受极端思想音箱以后 我好久没有花花 到了赵培中心以后 我看到了里面有很多戏曲办 也有花花办 材料啊 花花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免费提供的 那就我重新拿了我的花笔 很多同学们围着我 看着我画画 我觉得自己像明星一样的 我有一次肚子疼了 生病了 向着扛一扛就过去了 到半夜实在说不了了 同学们都吓坏了 老师听手后 赶紧跑过来 把我送到学校的义务室 陪着我做检查 打电地 折听了一万上 我特别感动 接下来 政府帮助我 给了一个消费员 开了一间花浪 我在这儿做着花花生意 现在他很关心我 经常给我买衣服 有空他配着孩子一起花花 现在感觉自己很幸福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要带着他们 过更好的日子 给了一个消费 给了一座 的